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姆斯这是谦让的说法 还是放弃了竞争 不过另一支球队就在一军崛起赞姆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及到关于明年的情况 赞姆斯毫无犹豫的说 明年的总冠军还是会属于勇士 即便是联盟内有许多有实力的球员 例如火箭 绿军 雷霆这些球队 但是总冠军并没有任何意外 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他们轻松拿到总冠军 我们会养成竞争总冠军的习惯 球队的成长不及于一时 赞姆斯认为胡人在新赛季会有一席之地的 算算时间这已经是赞姆斯连续四年和勇士对抗了 对于勇士的阵容早已心知肚明 因此才会认为联盟内没有球队可以匹敌 赞姆斯的这句话含信量更高 同时也让下个赛季变得无趣就在赞姆斯 接受采访之后 这个消息瞬间让整个联盟沸腾了 毕竟张姆斯是多次和勇士打交道 不过也有球队希望在下个赛季继续应该勇士 那就是修斯多火箭 在莫雷的操作下 火箭的整体实力又进了一步 即便是球队错失了防守汉将阿里扎 安东尼的进攻绝对是加分项 而且耐克的恢复不错 新赛季也是防守部分之一 火箭的阵容非常简单 就是迫使勇士和火箭形成单打的局面 毕竟勇士能够单打的只有杜兰特 相比之下火箭的优势就出来了 下个赛季的换防也会比上个赛季更出色 因此保罗放出了大合照 更是表达了下个赛季火箭 仍然是勇士的头号死敌火箭 的15人保障合同球员都在巴卡马展开了集训 只是这里缺席的一位球员就是周琦 今年在夏季联赛和亚运会 都有不错的表现 新赛季的周琦也必然会被放进换防阵容当中 只是周琦正在飞往休斯顿的飞机上 如果周琦想要在联盟独冠 就要保证身体健康的程度 像姚敏因为各种小比赛都要回国去参加 对于篮球运动员也是一种消耗 同时火箭球员不顺弱的表示 只要新赛季保持身体健康 那么对下勇士也是有着稳定的信心